我真的觉得你太敏感多疑了 总是喜欢把一些小事无限放大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却对我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为什么你总是把我对你的在乎 当成是我的问题 我想了解你的情绪 希望做那个最懂你的人 可你却总是要把我推开 我们每天都因为小事争吵 结婚的事也迟迟定不下来 你究竟打算拖我多久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莲27岁来自河北销售有请 小赵28岁来自河北主播有请 主持人好 喝了 玩剧本杀认识 对吧 对 谁对谁钟情的 我对她 所以是你追的她 是吧 对 谈了三年了 但是为什么你心里那么慌的慌呢 其实也因为工作方面的原因吧 主播是吧 对 你播什么呀 才艺啊 带货啊 是哪个类型 就是平常到聊天啊 或者是就是一些 不太成熟的才艺吧 然后其实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呢 其实是我想来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跟我的男朋友之间 这真的是存在很多的问题 他真的就是说不太相信我 特别敏感 太过理心了 然后就平时呢 我们两个人就是一起看一场爱情电影 然后呢 里边有那个男主啊 就给了那个女主特别优质的生活 这时候我的男朋友他就会说 我嫌弃他没有钱 然后没有给我更优质的生活 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想啊 就让我很无语你知道吗 那两个小时电影 电影那么多情节 那你就非得挑这么一点 你跟我说 那你这不是就明显就在点我吗 那我们看的是同一部电影 我看这个电影跟你分享呢 也只是说跟你分享 我对这个电影的观点 那我不跟你分享 我跟谁分享呀 然后我们平时就回个微信 我给他回了一个好 他会纠结于 我没有给他回复一个好的 没有多说这一个字 他就会觉得 就一直会追问我 你怎么了呀 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我是不是怎么惹你了 但我觉得你这么敏感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呀 其实吧 你说咱俩宰一块三年了 你平时啥的 你这个情绪 我还能观察不到吗 微信你发一个字 发两个字 发嗯哦哦啥的这些 我一看能看不出来吗 对不对 你要不开心了的话 你那通过微信的文字 我就能看着 你脸上都不开心 诶 我在乎你 是啊 那不是在乎你吗 其实在乎我知道啊 那大家肯定也都是因为 在乎我才在一起的 你在乎我 你可以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啊 你去把这些时间 放在工作上面不好嘛 你为什么非要去纠结 我说这一个字呢对不对 我在乎你啊 因为你这一个字表明 你情绪不好啊 对啊 人家都给你解释了呀 而且我还不知道 他是因为我俩之间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让他心情不好了 还是说工作啊是不是 他如果因为工作 他可以跟我说嘛 我可以帮他就是分析一下吧 对不对 那你平时你看我也看得太紧了吧 你平时给我发消息 我只要不回 你就会疯狂给我打电话 那有一次呢 我跟我姐妹 我俩去逛街去了 那我们逛得挺好的 那试衣服呀什么的 我看不到手机对吧 我手机惊音了 然后当时我拿出手机来 看到他给我打电话 打了几十通未接来电 就那么两三个小时的工夫 我闺蜜看见了之后 都觉得其实挺匪夷所思的 你男朋友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一小伙 给你打这么多电话呀 我就觉得他就不相信我嘛 我又不知道 你去逛街去了 那你说我联系不上你 那马上天都快黑了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那你给我打了这么多通电话 那我是不是在想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怎么会打这么多通电话呢 那当时你能理解到 我当时心里也很着急吗 你不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做法 有点太偏激了吗 我打一遍他不接 你说我打一遍不接 你是不是在等待当中 是特别焦急的 行 打一遍不接 打两遍不接 这个不具争执 到底因为什么 这次可爱不接 你考虑不接 pet